大家好,我是老魏 我现在是在越南胡志明的软汇部队上 现在是越南河内时间 晚上的九点半 现在是非常非常凉手 来这里玩的市民非常非常多 也有很多游客 西方的游客已经到这边了 这个是经常看到的 附近平,我前几天来的时候还是书街呢 软汇部队还是书街 现在已经是书全部撤掉了 现在全是真正的步行街了 不行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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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每天都有俊男靓女啊 在这边拍照合影打卡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多钟了 可能将近十点半吧 这里还是非常热闹啊 人还是非常多 这里能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的游客 很多白人游客 现在有大量的这个西方游客来到越南旅游了 我刚刚还遇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小伙 大家都知道1975年4月30号 南越政府宣布向北越投降 然后越南完成了南北的统一 那今年的4月30号呢 是越南的国庆日 也就是每年的4月30号都是越南的国庆日 今年4月30号呢 越南会在软汇部阶街有个大型的文艺演出 到时候老魏会给大家做一个报道 其实每年的4月30号 在软汇部阶街都会有这种统一日的演出 这两年因为疫情呢 已经停满了两年 这个终于又开始有演出了 所以今年会格外的隆重 有可能比春节还要隆重 因为春节的时候由于疫情 很多人都回到了家乡 越南的风俗也是跟中国一样 就是回到家乡 它就减少了很多流动性 因为疫情嘛流动性就小了 很多人没有办法留在胡志明市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春节其实人并不多 然后其他的时间呢 也这两年文艺演出也都取消了 那今年已经 大家已经摆脱了疫情的阴霾 所以呢 今年的4月30号的统一日的演出 会非常非常的隆重 也会有更多的人参与 因为很多打工的人啊放假了 4月30号他们全国统一日的放假 他们会从别的省份 附近的省份 比如说龙安平阳 同乃西林啊这些省份 来到胡志明市来参与 或者见证 他们这个统一日的演出 前面的排练已经非常热闹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前面的排练 这里有很多人在参与这个排练啊 統一日的排练啊 这里还是非常严重啊 这个人太多了 这个人太多了 这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人 在这个软会步行街周边转 很多人的训练方式 是骑上摩托车 在这个软会步行街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 然后累了就找个地方 买一杯咖啡休息一下 喝完了咖啡继续转 哈喽 现在他们在导演在给他们 在给他们讲点 现在已经晚上到十点半了 导演和演员都很辛苦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他们这个非常辛苦的排练 就为了四月三十二 那个越南统一日的演出 对面就是软会步行街这边的西贡河码头 这个西贡河码头每天晚上都非常热闹 乌鸦黑鸦的全是人 有的朋友刚从国内来到越南 他跟我说这个太震撼了 从内心感觉到一种震撼 原来有这么多人 现在导演在那边讲戏 这个你也没觉得 他在越南的演出和中国的演出 非常大的不同是 他并没有什么保安 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保安 就是把老百姓清出场外 而是老百姓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看 甚至走到演员和导演的身边 也是调音师啊 太舒服了 他们可能晚上要 要看守啊 就是搞了一个调查 浅河 搞ott b 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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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4月30号来看他的演出 演出是非常精彩 到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节目 到时候老魏会提前过来 我们全能吃到一遍 我们来看这次出演 我来看这次出演 挑战 在我的正前方呢 是胡志明的雕像 以及那个胡志明市的人民委员会 那也是曾经的 就是南越政府的议会大厦 总统府呢就在这边不远 如果你来到越南胡志明的话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总统府 议会大厦 红教堂 红教堂现在施工啊 还没有建好 然后就是他的邮局 在这边 这地方是一个湿度 湿度太舒服了 晚上这边有很多卖小吃的 特别热闹 Então 廢漿 下 mercy 他们没有人 你们 去張在岸田 できる去 来 这样 谢谢大家